1月29號 1月29號 晚上7點 蘋果Live 羊姓 各位高級朋友們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蘋果Live Young City 少年我們來變愛時間 大家晚安 我們不免俗的先自我介紹一下 對 她是心肌肥婆羊姻 好 那也是又白又嫩的金寶哥 今天的我們兩個又相會了 這一次要談論的議案跟政治有關係 對 但先講一講啦 金寶你距離20歲也有一點 你20歲的時候想要做什麼 我還在20歲啊 那你20歲想要做什麼 20歲喔 我想要去林申北路開店吧 你要去做台 去開店是不是 去賣冰 冰 冰 冰淇淋 好 但是林申北路今天也有人可以幫助你喔 可以完成你的夢想 真的嗎 專門來諮詢 因為我們今天請到的就是 這個是很有名的 我們今天請到的其實都是有 這一次非常年輕的一些 鄉民政代表或者是議員等等 那其中剛剛講到林申北路 是因為這一次有大同中山區 我們的議員有到現場了 我們現在先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的年輕世代都20幾歲 這一次的新科名代 我們首先要介紹的就是中山大同區 我們的議員顏若芳 還有她的親友團是鄭婷宇 兩位好 兩位看起來都好年輕喔 差幾歲 同歲 差五歲 所以婷宇 婷宇你婷宇幾年次 79年次 那看到若芳這樣選下一棒就換你了對不對 下一棒就換你了 沒有啦 先幫助若芳 好 好議員 好假啊 好假啊 因為若芳之前也是幫助余燕嘛 對不對 這樣一棒接一棒 越來越年輕了啊 我們就歡迎她 那如果說以後在中山北啊 就是林森北啊 看到金寶 第一個就請她好不好 雙腳靠牆先領檢了 第一次大叫她 金寶哥 你要來了 對啊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到的這個地方了 就是南投的吉吉 這個很厲害喔 這個是樹黨的第一位鄉鎮市長 而且還放棄了竹科工程師的這個身份 都要什麼不放棄放棄這個 對啊 輪班新人當好好的 竟然現在來當鎮長 對 歡迎我們的陳季恆 還有她的朋友 朋友 朋友 大家好 全國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吉吉鎮長 陳季恆 大家好 請給隔壁你的妙妙這個朋友一點 對不對 時間 你們兩位是朋友關係嗎 對 我們是朋友 對 順應的場合認識的 認識就跟著她一起就是到了吉吉啊 對 沒有 她 她選舉期間有偶爾來幫忙 對 現在就常住 很固定就對了 沒有 她住在台北 還是在台北 你們這樣遠距離會不會 很辛苦 朋友在年也沒有關係 始終還是可以幫忙 還是可以 對啦 現在網路時代 他們都是網路上面非常厲害的紅人 都常常靠視訊就對了 對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 小心 視訊網已經換幾幾顆了這樣子 好 那既然歡迎到我們的第三位來賓 是新北市 很高票當選 而且是最年薪的 歡迎我們的鄭宇安 大家好 哥哥 鄭凱媛 跟哥哥喔 大家好 而且你知道哥哥他剛剛還有換名片 你看 哎呦 助理也嚇死我了 啊 哥哥 而且哥哥其實 你們兩位是兄妹 可是好像差很多歲 差多少歲 哥哥講一下 我們兩個都屬虎 然後我們兩個差12歲 12歲 差一輪 那這樣哥哥問一下 哥哥就是像這樣子 宇恩啊 什麼樣的男生可以接近他 你會不會幫他篩選 基本上不會管太多 不要有不良嗜好就好了 所以說我們下一位可以嗎 對 可能就 我先介紹下一位好了 好 我們這個 這個也是在網路上面 雖然是相當有名氣 雖然是童星出身的喔 對 從國中高中時代 就已經為了反法禁的這個運動 已經上片了各大媒體版面 對不對 我們的王浩瑜 中立的代表 他的夥伴李韓瑜 對 那你們兩位也是單純的 好夥伴關係嗎 那你為什麼找陳以珍來 對 你為什麼找陳以珍來 對啊 因為人家失業嘛 對 要有同情心嘛對不對 他的助理真的人家說 長得很像陳以珍 陳以珍 對 很漂亮 對啊 而且韓瑜還有個小秘密喔 因為韓瑜其實呢 不要緊張 韓瑜其實跟皓宇 然後還有跟季恆都很熟 還有跟哪一位很熟呢 我們的下一位 我們來自宜蘭東山 也是我們這次新科的藝人 非常年輕 最年輕才25歲 薛沈毅 哈囉 大家媽媽陳水清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薛爸爸 對 從我們菜座裡面 有哥哥也有媽媽 對啊 這還有那個身分不明的對不對 可是像是韓瑜 你自己在之前 就已經認識了陳以 認識了紀恆 然後還有浩宇對不對 聽說浩宇跟陳以兩個人 因為膚色有很大的差別 各自有什麼綽號 薛陳以的綽號 就叫做薛黑黑 薛黑黑 他呢就自己取了一個 叫王白白 那所以請問一下 不好意思 那請問一下陳紀恆 你現在叫陳吉吉嗎 還是對不對 對 有綽號是一些好事 並沒有 可是我們都知道說 像是用這樣簡單的方式 或是大家透過一些 因為他們其實當選之後 有很多媒體都有介紹 有訪問過 但這個都只是皮毛而已 而且我們講完就忘記 王浩宇是哪一區的 對啊 王浩宇是哪一區的 是平正還是楊梅 中立 中立 中立的理性選民就對了 但我們現在要透過VCR的方式 要來好好的更加認識他們了 OK所以我們現在我們要第一位 要來介紹的就是剛剛介紹的大同 還有中山區的議員 顏若芳 我們來看看他的VCR 看看他要告訴我們 地方上的哪一些特色 請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在大同區長大 那所以對於大同區 其實我覺得跟我們一些行政區 比較不一樣一些 很傳統 那中山你過到大直之外 其實也算傳統社區 然後他的傳統社區 非常的有人情味 就像我小時候 我們家樓下是一個麵店 然後我每次沒有帶鑰匙回家 就坐在那個麵店 等我爸爸 然後那個老闆 就看我們長大 然後老闆啊 就會那給你吃 因為暴雪的時間才不到 他就那足以外面離去 就是會這樣子 然後人很好 然後我們的時候 也會沒帶鑰匙去 隔壁的樓下一樓店面 你坐的旅居家有時候 你隨便按鄰居的電影 他也會幫你開門 所以我是住室 他們都知道 會幫你開門 對啊 大概就是譬如說 我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過著 就是整個頭都沙癌 然後每次譬如說 你去拜訪到中藥店 然後中藥店就一定會說 他就拿他們那個 什麼類似像的蜜包 或者是喉糖的 就說 啊你帶著 你帶著 還是吃喉嚨的 所以我那時候到最後選 投票前 我一系列的 就是大概擺起來 這麼大一盤 二十幾種 全部都是人家急功啊 然後或者是你去菜市場啊 然後有些非常支持 很 那個支持者 他就說 我告訴你一些蜜方 然後就告訴你說你的 呃什麼 什麼香菜啊 煮糖水啊 然後喝那個水 就各式地方上的蜜方 他們就告訴你 然後你 譬如說你去到哪裡 他們就說 啊那你吃一點東西 然後店家都給你吃東西 給你喝東西 所以我就這樣 有時候常常就是 邊吃邊喝邊吃 掃票 掃那個掃街拜票 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要不然就是 有些人會說 啊我是不是還沒有吃虧 那你沒有你 你沒有哪朋友 然後願不願意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說那你都可以 其他來服務處做一做 所以然後像那個 中山捷運站旁邊的那個 達鐵街 還有赤峰街 那附近 除了現在有 年輕人進去的文創 就是你扣掉松菸這一塊的時候 它裡面其實很多文創的小店 很多年輕人在那邊聚集 就是中山捷運站出來 後面那所有的巷弄 然後你到赤峰街那邊 就是達鐵街嘛 那 低化街是除了說 你那一些 南北干貨之外 其實它現在有個特色是 它後面的巷子 也有非常多的文創小店 我覺得那是可以另外一個發展 就是 年輕人進入老社區 它要怎麼 文化之間的融合 然後怎麼讓年輕的信邪注入老社區 讓它更火化 就是另外一個 現在我們可以去發展大同區的 你看看人家講到的是文創好不好 然後地區的這個社區年輕化 只有你想到什麼 林森北路 然後林森北路又有影城 你只要去跟男朋友去看電影 你不會被偷 欸 我可以去集集啊 對不對 集集沒有戲院 你這樣講淡水是不是 淡水也要有了是不是 靠你努力了 淡水也沒有 可是剛剛看到說 有些人會提供 就是若放一些秘方 製喉嚨的 對 可是你現在講話還是 還沒有好 還沒有好 有沒有什麼是真的覺得有效的 我覺得那都是零食性這樣吃 所以吃下去之後 就是本來是這樣 我本來吃了之後 之前是這樣 吃了之後 吃了之後有比較好 過兩天就好 要變得像你這麼 可是你們的學姐 應該這樣講 陳婷菲 對 委員 他說他自己分享 就是他有一個廟房 是吃鐵蛋 皮蛋 吃皮蛋 不過好像看起來效果好像也是很湧現 我是吃生雞蛋 吃生雞蛋 就是兩顆生雞蛋加一罐沙士 再加鹽巴 攪一攪 好吃嗎 很像蛋蜜汁 可是他只能維持三個小時 三到四個小時 那也動很久了對不對 就是我們在那種大型活動前 我就 就會打兩顆生雞蛋 這樣喝下去 在座的願意啊 就是吞生雞蛋的舉手 對 吞生雞蛋 為了治喉嚨 對啊 就是因為選錢啊 零食 要把它打 你可以把它攪散啊 王浩宇可以吧 王浩宇對於美食有一分執著這樣子 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行了 我們要宣導一下輕流感 對耶 對 現在不行 但倒是蠻好奇的 因為其實 我們知道說 像在中山區這裡 剛剛金寶爺講到 好多人都想到 就是那條有名的 就是八大行業這一區 那其實很剛好的 像若芳他的選區 就是中山大同 全台北市 治安最差的地方 就這兩名剛好是冠亞軍耶 那這樣子的話 若芳這邊可以怎麼解決 其實我是覺得 林森北這邊 其實警察真的非常多 他每天晚上 你只要在林森錦州 所以金寶哥你去那邊 千萬不要酒駕 那你每天晚上都一定會有警察零檢 對 然後大同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他比較落後 他的北大 他有分南北大同 北大他比較落後 可是大同區好小一個喔 這樣也要在南北嗎 大同區應該是一個 蠻有特色的區域 就是全台北市 最沒有那麼現代化的那個 可是他有分最富有的 最貧窮喔 復古 可是他算有復古 不能說他就是貧窮這樣 就是你可以說他 他有真的很貧窮 因為我們的大同 第一收應該是全台北 是數一數的多的 對 那他最有錢的 就在大稻埕這邊 那邊全部都地主 然後再往迪化街二段 尾端那邊走 那邊就是很多 我們所謂的蘭州國宅 就是那時候柯皮有去 然後蘭州國宅 然後也有很多 真的就是非常窮困 就是爸媽可能有些 都是很年輕啊 有吸毒 然後所以就是隔代教養 所以都發生非常多的社會問題 都是從這邊出來 那我覺得就是教育上 教育上要從這邊改革 我覺得會不一樣 那從教育還有社會福利 都剛剛有提到就是 你看 因為若芳本身年輕又漂亮 到處都會有人問說 要不要 要不要男朋友 可是我們在場的對不對 幾乎也是每個人都很漂亮 白嫩 出去就是拜票 妳說白嫩是誰 沒有 腳丫子很白嫩 在場的各位 出去的時候 有被人家這樣挫合牽紅線的 有沒有 有沒有 舉手一下 舉手一下 宇安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哥哥站旁邊 所以沒有人敢來牽線 是不是 大氣嗎 看起來太兇還是怎麼樣 對啊 我們就站在旁邊 大家只敢遠遠跟他揮手 就不敢靠近了 對 因為其實大家 最後就躲到幕後去 不要管他了 所以說哥哥還是 哥哥現在還是會在他身邊 陪他當保鏢嗎 其實他從選上以後 我們就盡可能 讓他自己放手去做 我就不要干涉他太多的事情 因為畢竟他現在他議員 他一個 只要他自己的主體性 嗯 可是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像是 因為在這裡頭啊 黨派各個的就是 像是 陳毅現在算是沒有黨 對 無黨籍 然後浩宇的話是 綠黨 綠黨 然後繼承現在是素黨 然後呢 若芳 然後就是跟宇安 其實是民進黨 對不對 那但是大家就會想到說 哇 若芳之前 在民進黨時候 身邊跟著的人 是簡宇彥 宇彥姐 以前是當他的 就算是助理嘛 對啊 把你們拿來比較 你知道很多人把我 拿來跟金寶比較耶 哇 可能 比較誰 比較心機好不好 對 對 會來一起做比較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選民給我們空間 他會覺得說 啊 年輕人 然後就會鼓勵 多鼓勵你了 他們說就是 等於說 余燕姐不是年輕人還是 對啊 然後我出去都會說 余燕比較漂亮 可是我比較年輕 但是騎車經過 中山北路的那塊看板啊 我想說 結果撿余燕的臉好像變了 變緊緻了 是不是在楊一梅他們家做 對不對 沒有 好啦好啦 但是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是在台北這個地區 可是對於集集這個地方 想到集集大家想到什麼咧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VCR 上一代的時候 集集幾乎是沒有光光產業的 那在我想的時候 也是現在的 林明珍縣長 林明珍縣長 他在集集政黨任何的時候 那個打下了集集這個光光的 很好跟基礎 那所以說 在更之前的話 其實只有 幾乎是只有農業 對 這是最主要的不同 那光光當然是帶動經濟的火車圖 但是 從業人口最主要還是農業 所以我們希望農業跟光光可以 可以 不要像是現在 有點脫鉤的狀況 我們要一起 互相的服飾 那帶給錢 對 這裡呢 是集集的明星書院 那他從清光緒的初年的時候 開始建造的 那這邊有一些他的 原來的一些寫說 那什麼是書院呢 其實就是以前的學校 那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呢 我們把學校的功能分開來 成立了集集政的永昌國小 那他現在呢 就已經挨著我們的明星書院 那個注意力放空了或是正在忙 注意力放空或是正在忙 會露打招呼 那這個時候 其實正名都會擠住 對 那就很不好意思 對啊 那 所以就是必須要 其實不太能放鬆 必須全招提高的那個 注意力 然後要跟我們打招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天就麻煩你們 介紹一下 好 博士雅 作品 好 這是手工製作的 這些 這個並沒有經過到飛機 直接以手工的製作 或者是像這個 手工製作的 也是手工製作的 好 拜票的時候 祝福拜訪的時候 遇到一位之前在別的地方 只有過一面之遠的一個長輩 那他看到我這樣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很辛苦 然後也很欣賞 就主動的帶著我 就在他們裝 回來啊那些 然後認識他們的那些鄰居啊 親戚朋友 那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對 這也是第一位 算是第一位那個 帶著我 那個道士走的 對 我覺得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在 我就在這邊出生很大 對 我覺得光是這個原因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外國人 然後台灣之後 都沒有 他們自己留過 台灣的土地 很遠遠 何況是我們自己 對 那我也走過世界 很多國家 那看過這麼多地方以後 還是會想要回來 那 尤其 劉克強 劉克強 他最近也說 年輕人 下一站 撞流的地方 最重要 嗯 下一站 撞流的地方叫故鄉 你的側臉 你的側臉 等於他的正面好不好 不是 臉大小不一樣嗎 對啊 那等一下你是騎腳踏車上下班嗎 呃 其實是 大部分是實際在我上下班 現在 實際 實際騎腳踏車在你上下班 但是 我希望之後可以騎腳踏車 因為最近比較忙一點 對 對 可是剛剛有看到 那個腳踏車 一騎出來 成績可能就有點 金城武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然後還騎腳踏車 可是我剛剛覺得好好奇喔 你剛剛 那個有帶一隻貓咪 那沒有講到那什麼東西 那是石虎 石虎 對 因為我們記者當天來那個 拍攝的時候 剛好是我們石虎特展 在集集義戰 石虎特展 展到三月為止 對 你這樣講起來好像是什麼 有石虎乾石虎肉 不是 不是 我們是一個 生態的一個展覽 還有一些藝術創作 一些關於石虎跟石舌龜的 藝術創作 也同時在這個展區裡面展出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參觀我們這個展覽 然後一起來進行觀光 透過這個展覽呢 了解 人 農業 生態可以取得平衡 然後一起共存共榮 經濟也可以一起發展 等你來 說真的 講這個話 王浩宇就有點 一臉有什麼話想要說的樣子 而且陳媽媽一邊聽 一邊聽 很滿意 說到這個 陳媽媽 我們就是在場 這麼多這個 今天可以好好的來挑一下 看看誰可以 不過 其實紀恒原本跟陳怡就還滿熟的 對 媽媽知道這個事情 紀恒去我們家住過好幾次 誤會大了 對 純朋友 純朋友 對 旁邊還有妙妙助理在對不對 對 她不是助理 我跟紀恒以前是同事 就真的是幫忙的朋友 好 但是紀恒我們大家想知道說 其實我們可以請一下鏡頭帶一下紀恒的特寫嗎 因為紀恒真的是 有沒有很多人說你長得像 原住民 我覺得 其實台灣人有七成都有原住民的血統 所以長得像原住民也是無可厚非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大家想問到說 其實我們看這個影片想知道說 我回去再偷問我媽好不好 紀恒的雙眼皮 眼睫毛 是 很漂亮耶 沒有沒有不敢當 你看今天喔 紀恒這個五官這麼深邃 然後呢王浩宇皮膚這麼白皙 你要我們這些人是怎樣啦 對不對 金寶你想拿什麼出來跟人家比 沒有辦法 對啊但是 紀恒你跟其他人身份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你是需要被質詢的 沒錯 他們是炮轟別人的 你是要成為炮灰的 對 目前為止有沒有被被詢過 有 已經開過一次代表會臨時會了 尷尬 怎麼樣 覺得怎麼樣 她才感覺如何 我們代表們非常的和諱可親 手下留情 對 沒有第一次的關係嘛 對 所以我跟你交之後 我們要問什麼題目 人家說第一次會嚇 第二次會聽 第三次會變成這樣 是怎樣 對 厲害厲害 可是我想知道 沒有沒有 我們那邊是很和平的小鎮 那代表們的質詢呢 都是基於他們的職責 不會刻意的刁難 那我也就是基於法條 或者是說職責 那有禮貌的回答他們 他們也不會過於刁難 我們是個peace的小鎮 你的意思是說林森北就 但是我想知道 想問一下 在場的這些 這些我們新生明代們 有多少當時要投入選戰 家人反對的 三位 對啊 可是季衡為什麼家人反對 因為你原本是 竹科工程師的原因嗎 整個有一句話叫 愛人死叫人去選機 對 那 因為 正常來講 持平而論的話 一般人都會覺得 我沒有當選的希望 對 那所以會說 不要選舉比較好 對 就是整個家族 除了我爸爸都是反對的 嗯 但也是就是有爸爸這樣請你 到最後就 所以現在有沒有對爸爸好一點 對啊 就騎腳踏車再爸爸去綠色隧道 這樣 不過綠色隧道其實還不錯 因為他算是台灣 台灣現在很多地方都有綠色隧道 但是 集集的算是怎麼樣 最 對 最早的 所以說東山的就不行就對了 對啊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 有東山有 東山有 這個你們自己回 你們自己私底下去 你們回陳毅家再來吵好不好 但是呢 待會兒我們都要看到的是 因為相較之下 集集他算是一個很小的鎮喔 是 接下來這一位呢 我們宇恩他管轄的地方 有夠多包山包海喔 對啊 到了這個石門啊 山枝啊 淡水啊 巴黎啊都有 這麼大怎麼介紹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VCR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第一選區 淡水巴黎三枝石門的市議員 鄭宇恩 巴黎有左岸喔 那他們那邊的自行車步道啊 相較跟淡水都是比較完整的 而且其實淡水的繁華 從巴黎看過來就是有更不一樣的感覺 海關碼頭它以前是英國人管理的 那它有很多很多的歷史建築 跟它的工法 那你會看到真的是很不一樣 多走幾步路 那我們淡水還有重建街 那重建街其實它是從淡水老街 一個浮幽宮的一條小巷子上去 那那條重建街以前叫做九砍 那九砍就是它有九個往上一點的坡度 有九個砍這樣子 年輕人喜歡活化一些古老的空間喔 你看到他們就會用一些盆栽啊 然後弄得很可愛 然後做一些裝置 所以其實廢製的 或是沒有用的空間再利用 就會呈現不一樣的風貌 我想好吃的東西很多喔 但是我本人還是最喜歡吃揚揚 阿給原名好像就只有阿布拉阿給 那阿布拉就是豆腐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它很方便又很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了淡水最古老的一間廟 它是我們的淡水服用工 那它供奉的就是我們的媽祖 就是要保留大家平安 然後試試在海上營運的時候 海上都不會都很平穩 可以平安安的回家 所以這些廟真的是非常的歷史 所有政治人物都一定要來這邊拜拜 每到五月都有一個大 祖師爺的大拜拜 然後就慶祝我們祖師爺的生日 清水祖師廟最著名的就是 它會掉鼻子 要告訴你就是有災難發生了很靈驗 大家有機會來淡水可以來看看 祖師爺顯靈喔 所以說未爆彈在這邊 然後顯靈讓它沒有爆炸 然後現在大家用來用蠟燭啊什麼的 很酷吧 我是拿工作簽證在美國工作 但其實每次回來我就覺得 怎麼對台灣這麼陌生 對 那以後你可能就是要 拿美國綠卡 然後等美國公民 然後這種生活是我想要的嗎 那就是開始自問自答 然後結果最後還是回來當台灣人好了 這裡是大甲的後花園喔 也是我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們會去海邊走一走啊 看看海看看山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很好紓壓的地方 很少台灣人或是說很少北部人沒有去過淡水 金寶去淡水都做什麼吃什麼 吃阿給吧 阿給 大塊牛排 而且你都說你都是怎麼樣 急急忙忙的 對啊 因為就從 因為要去淡水的話 我就是直接騎車啊 從淡水然後到金山 然後就到基隆再繞一圈回來啊 那請問一下誰坐你的後座 自己騎啊 你確定是只有你自己嗎 難道你上次在我後面看到了 紅衣小女孩之類嗎 這是誠意喔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宇恩喔 剛剛在裡頭就是也有騎腳踏車嘛 可是剛剛都著重在淡水這個地方 其實宇恩她的管轄地區非常大 對不對 不只淡水 還包括 對 還有巴黎 山枝跟石門 你看她的聲音好有磁性喔 從小就這個樣子嗎 巴黎 山枝 石門 對 我好像跟若芳有一點像 若芳是後天的吧 對啊 你的聲音沒好過這樣 沒有 我本身聲音版 也就在底下更低一點 現在更低了 那妳要不要就是順便給她一些 上次吃不完的藥這樣 我還有 我還有可以給妳 對啊 或者是去那個什麼 迪化街採購一下 對對對 那個時候 要不要後來出生的 來 王浩宇你講一下話 講什麼 妳可以講很多 對啊 清田高八度 對不對 可能要去嚥格一下 但其實大家會比較好奇的是 像淡水啊 它這個地方很大 而且最近淡水的百貨公司 名銅百貨 對啊 最近好像經營權上面有些喬不攏 大家想說 哇 淡水的這一家 唯一一家首家的百貨公司 可能就要倒了 大家想說怎麼辦 只能壞政府為什麼會這麼沒眼光 為什麼會跟一個快要經營不上的廠商合作 對 這個要問朱立倫 欸不對 不是 它是台北市政府 柯P 要問柯P 要問柯P 捷運局的 是捷運局 對 但是之後妳要怎麼樣去督導這一塊呢 淡水竟然百貨公司經營不下去了 我想其實我們淡水這個百貨公司是一個指標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它經營起來 不然以後我們新市政的華納影城怎麼辦 欸 影城到底有沒有啊 嗯 這個合約上是有啦 但是妳知道合約就是參考用而已 可是我看了一下目前啊 這個三大影城在展變的這個部分 目前沒有淡水這一塊 對啊 那就是他們跟建商合作 號稱說你走到樓下就 威秀坐在樓下 對 但是我們知道說像是 威恩 以這個戲院來看啦 搞不好呢 積極的戲院會比淡水的戲院還快蓋好 可是大家想到淡水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交通 就是還有這個包括淡海 對啊 這個道路的問題嘛 其實今天雨恩就有那個塞車塞道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就有塞車塞道 那自己會覺得怎麼樣 就是這個問題 每個人在想都在想這個問題 我想因為淡水對外的連外道路只有一條 就是中正東路 那所以說大家要出去都要走那一條 那不是只有平常塞 假日也塞 因為假日 禮拜天 對 大家都要去淡水 所以我們就是一天 就是從禮拜一到禮拜日都塞 所以這個問題真的很急迫的需要解決 而且淡水住的人這麼多 對啊 然後我們的市長他就是環評要做不好 好啊 市長 對 所以說要 真的要好好監督他 所以說我們這樣想一想 我們這裡頭能夠監督到黨主席的 也只有雨恩了對不對 對 好好把 現在開始監督了嗎 現在就開始監督了 開始監督了 在那時候有臨時會的時候 我是很想要發問說 因為我們有淡江大橋 從淡水到巴黎要蓋的 我很想要說 如果108年蓋不成 你可不可以去跳淡水河啊 跟王世堅 那這樣會不會出來跳的是王世堅學長 但是想問一下 剛剛有吃到那個阿給嘛 你去也都吃阿給啊 什麼樣的阿給最好吃 讓阿給那麼多家 就是看你跟誰吃 最好吃的阿給 旁邊做的要是金寶 那還是外帶回家就好了對不對 你可自己吃 是把金寶外帶回家還是阿給 把金寶帶回家給哥哥吃 他很會這樣 但是呢 他叫他叫 他叫他叫他叫他 他叫他叫他 但是雨恩就是自己 就是在淡水啊 還包括說像山枝啊 這麼多地方 會不會大家覺得說 這個地管得很大呢 這個比中壢啊 這個比幾幾都還要大 你會不會就很偏心 就只想要管淡水而已 你會不會看不起 其他這幾個人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現在有電話 有手機有網路 一通電話 馬上不是我到 也會是別人到 就是哥哥到這樣子 剛剛談到這個吃喔 這個議員裡頭呢 最會吃的 最會吃的 到底中壢有什麼東西 真好吃 我們一起來看看 王浩宇 這裡呢 是我們中壢 算是非常傳統的一個米肝店 這家店已經有55年的歷史 那米肝其實在台灣的其他地方 是吃不到的 那中壢人呢 我們是非常愛吃米肝的 因為這邊有很多的雲南人 或者來自一些 少數民族的這些族群 他們會在這裡住 那他們對米肝 米肝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早餐 早上一起 就是早上起來之後 就吃個米肝再去上班 然後中午晚上很多也是吃米肝 那我們今天要特別來到這家米肝店 是因為它是很少數 還有在手工做米肝的米肝店 等一下我們會進去看看 到底米肝怎麼做出來 米肝要怎麼做呢 首先必須要在這個 要選選用再來米 然後再來米泡在這個水裡面 大概要6到8小時 泡軟了之後呢 它才可以做米肝 但是再來米它的黏性 其實不是那麼夠 所以一般的一些業者 它會裝一些像菜白粉等等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會把它放到這個 你做嗎 對可以 那等一下 放到一個蒸爐裡面 那這個蒸爐其實很大一個蒸爐喔 它會米在裡面就被蒸熟了 蒸熟之後呢 我們又把它放新的進去 然後再一直蒸一蒸 所以過程是非常非常反達的 接下來我們再試試看米肝的口感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米肝的部分 它其實在米的香味的部分非常的特別 它就是有非常強烈的米香 那湯的部分它有豆食的香味 其實都會結合在一起 那再加上我們很多的米肝店 它都是堅持使用 就是最新鮮早上現轉的溫體柱 所以它非常新鮮 然後口感非常好 過去中立其實分為大概是兩個區塊 一個是客家人 一個是外産人 那客家人大概都住在中立的市區的部分 那他們就是 他們吃客家菜 然後他們講客家話 那在比較靠近眷村的部分 住的幾乎都是一些雲南人 或者比較少數民族的文化 那這些文化其實都還蠻特別的 所以才會讓中立有很多少數民族的食物 然後是全台灣都變 學校的部分 中立有非常多的學校 包括中原大學 中央大學 原資大學 還有萬能清雲 一大堆的大學 所以其實它其實算是一個 全台灣大學幾乎是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所以其實還蠻多學校的 其實如果大家覺得中立還不做完的話 第一個我蠻推薦到中立夜市走走 因為中立夜市其實還蠻大的 而且一些特色的美食還蠻多的 那其實這次參選啊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就是 靈菩薩嘛 那我希望未來能夠靈菩薩 其實也是因為我自己 過去幾年都在 自己家裡也有養狗 然後我們也有在關進流浪動 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們能夠開始 想個方法 真的去面對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然後來解決它 掰掰 在座的朋友 有聽過米甘的請舉手 對 完全 沒有聽過 三個是因為看的影片才知道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米甘的 沒有聽過米甘的 宜甄 我們的小宜甄以前也沒聽過米甘對不對 以前沒有 對啊 米甘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然我們來考一下 也是美食很多的這個中山大同區 若芳沒聽過 所以我們要是問一般人 若芳像是我問你 米苔木板條 或者是桂仔條 跟這個米甘米餡米粉 有什麼不一樣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形狀不一樣 形狀不一樣 對 浩宇浩宇答案是什麼 米甘的話它必須要用純米做 而且它是用蒸的 就是它這樣一整個 你知道說其他都不是純米 對啊 其他會有一些不同的成分 當然它去增加Q度 像米粉我們就知道 有些是加太白粉 或什麼 米甘就必須一定要是純米 而且要純再來米 那請問一下 你很愛很愛吃米甘對不對 是 那要不要我們小雨山爆料一下 你大概 它大概有多愛吃米甘 你可以量化一下嗎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至少三四次吧 以上 而且那些店都要很早去吃 就是那種八九點 然後有些是可能十點以前 就一定會賣完 所以說今天我們現場 沒有米甘的原因 是因為賣完了 都被浩宇吃完了 因為太晚了 帶來就爛掉了 可是浩宇好像聽說本身很愛吃 吃到現在 就是我們的小雨甄 都要幫她監控體重 是不是 每天媽媽都會傳訊息來 說晚餐 你媽媽嗎還是 她媽媽 傳訊息給助理 就是各個助理 就說這個浩宇今天晚上 但是只有傳給妳 還是各個助理 不一定啊 就看誰跟她隨行啊 那她現在的狀況 體型有好一點嗎 據她媽媽說有好一點點 因為她每天都有 我每天晚上都要被逼著 蹭體重 然後我就把口袋清一清啊 外套脫一脫啊 所以她四腳褲這樣去量 我還是重0.5公斤這樣 可是妳之前啊 既然在美國 但是就是說其實會回到 就是中壢這個 比較熟悉的地方 美食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在美國都吃不到啊 晚上就是做夢都夢到米乾這樣 好愛吃米乾到底有多好吃啊 因為美國晚上9點之後 什麼都沒有 只能吃熱狗 熱狗或者是 便利商店熱狗 然後你就想 為什麼沒有一些台灣的食物 像 米乾 肉圓這類的 肉圓 你又變心了 不是喜歡吃米乾嗎 台灣的食物都很好吃 那我來看一下 浩宇聽說我現在呢 像我們如果說 在一些地方看到很多迷妹 在那邊聚集啊 都說哇 李敏浩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到總理去 看到一些迷妹 小朋友在喊 哇你看那個那個 繼續看 王浩宇 王浩宇 有多離譜 有多離譜 韓宇來說一下 那個真的就是 像我們前兩天才 只是在走在人行道上面 就有人就是 特地就開車經過 然後就立刻停下來 然後倒退 撞他 沒有 人家下那個車門 然後就你是王浩宇嗎 然後就我要跟你拍照 然後就 就很開心 那我請問一下 在中壢地區啊 王浩宇跟Special 5566誰比較紅 哈哈哈哈 可是不一樣欸 一個是好少文 一個是56666 所以這是諧星吉祥物啦 而且其實 還很受鄉親歡迎的 還包括我們這一次 最年輕喔 25歲 我們的這個新科議員 來自的是 宜蘭的東山鄉 宜蘭常去嗎 嗯 後花 我常在水水裡面 在水水裡面 不過宜蘭也是有很多的特色 我們來看看 陳毅會怎麼樣介紹 我覺得宜蘭是一個玩不玩的地方 尤其是如果你生活在這裡 東山其實會叫東山 冬天的冬 其實是因為冬瓜 冬瓜山 然後你現在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 墳墓的那個地方 那一座小山頭就是 當鬼山 然後 顧名思義就是因為它的形狀像那個 我們常知道那個 長長的冬瓜 那在東山其實是一個 比較低的地方 然後它其實長期會有水患的問題 所以就會把祖先的墓地 往山丘上蓋 然後 通常可以走在這樣的河畔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當鬼山這樣子 是我們這個地方很特色的事情 東山老街的生活步調很很慢 很溫和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些很生活的產業 還在街道上 就是光是簡單從車站 用走的逛一圈那一帶 就是一個舒服的地方 東山車站是 就是之前有評比過台灣最美的車站 那它其實整個車站的設計 也有呼應到我們東山這邊 很特別就是風箏文化的事情 然後在森林公園 它現在的景觀的規劃設計 你可以很親切地感覺到說 我們人跟那個河川啊 自然環境的關係可以很密切 其實非常合適於想要走比較慢活 然後清晰自然 甚至於騎鐵馬的這種 觀光朋友來這個地方逛 就是很差勁的 就是這間活動 看它居然沒有 所以我在〈好行〉 那才的成道 我以前都還想宣傳在江藏旁邊 這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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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掉下去 你為什麼會這樣休閒 我沒吃 我應該再受到妳 那是 wanting 因為有這個身分 然後我覺得跟地方相線 關係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別人看我的角度 開始不一樣 那我自己在自己 这个长期长大的地方 开始有的角度跟感受 也变得很不一样 长一辈的人都会是 很期待年轻一辈的人留下来 可是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的在地年轻人留下来 可以做什么 所以真的 不管是哪一个世代 其实都很期待说 也许哪天我们可以 又再找到新的价值 然后大家都可以 在这片土地上 然后还有我们 所觉得很有价值的那些事物 也会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金宝你知道 我一直很羡慕 因为我认识陈毅有一段时间了 我最羡慕她是她丰厚的头发 跟她的特色就是绑马尾 你看因为我 反尾就这样一戳的 绑起来不好看 你知道陈毅绑马尾是一个特色 但是你今天为什么 对 来来来 想看陈毅绑马尾的举个牌一下 想看金宝绑马尾的 算了算了 来陈毅绑马尾 绑马尾 对了 在绑马尾的时候 同时问一下妈妈啦 轩妈妈 慢动作 妈妈 没有动作 妈妈那个 陈毅啊 她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现在在这里没有 哦 今天还没有 哦 各个地方都要有这样 可是呢 像陈毅啊 她自己 你们自己是两个女儿嘛 那陈毅这样子回来 要选举 妈妈一开始也是不赞成的 有什么 因为这个是个想法 因为我们家完全都不是政治 没有任何背景 我跟我先生都是在教书 所以他要选举这种东西 简直就一件事情叫做开玩笑 就当然不会接受啊 然后又加上 他爸爸之前 他爷爷有选举失败的那个经验 爸爸绝对的反对 所以我配合爸爸的演出 一定要反对 我底下其实是向着女人 所以我用很久的时间 去说服他爸爸 对 对 真的是用很长的时间 说服他爸爸 因为爸爸一直不能接受 我其实在认识陈毅那个时候 那时候他还没有 就还没有开始选举 他就送我了一条这个头巾 蓝羊魂 下面写蓝羊魂 还有写薛承衍 他说如果我不想要他的名字的话 可以遮起来这样 这条听说现在已经绝版了是不是 对 现在其实 我们那时候印 就是只有印两千条 因为我想说选举小物 一般人家会送什么扇子啊 笔啊 賴打 我们就觉得说这种东西 它比较有一次性 就觉得不太环保 你说賴打的若方 你应该就在送賴打吧 对 所以我就想说送比较年轻时用的 那 像这个就是运动头巾 可以当头巾 可以当围巾什么 其实对宜兰这种比较冷 有时候冬天比较冷 也很实用这样子 而且想要骑脚踏车啊 蛮好用的 对 运动它又很好干 那现在已经 像现在选上之后 有很多的相信都在问说 你那个头巾我好想要 可不可以再一条什么 那你就问他 当时你有投我吗 没有啦 对啊 可是我们都知道说 像刚刚看到梅花湖啦 那些地方其实都很漂亮 不过未来那些生态 又有一些新的饭店要进驻了 那本来那边民宿啦 一些餐厅就好多了 又有饭店进驻 生态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其实 在宜兰也有一个 很明显的课题 就是大家会很想要照顾 生态跟在地的生活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观光的发展 又跟宜兰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到底这两件事情 怎么一起发展 的确是一个宜兰很重要的课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其实宜兰从30年前 陈定兰县长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抵挡了六亲嘛 就是我们决定是要以环保 跟生活为主的方向 去方针去推动 那未来在 现在宜兰雪山 所以要通车之后 那个整个环境的变化 非常的大 那到底这个变化 我们要怎么因应 是变成是我们年轻时代 也一直很想去督促政府 要去看到的一块 因为其实陈意啊 还包括像海云 还有就是我们的 集集镇长 之前都是在 就是环境资讯的团体里面 工作的 所以他们对于这一块 环境啊环保都还蛮重要 但是呢 我们之所以是live即时的 这个节目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我们除了跟这些年轻时代的 一些明代啦 镇长啦 有一些沟通之外呢 我们也要跟 线上的晚军 晚军朋友们来沟通啦 所以呢 我们的金宝美丽的助理 就帮我们来看看 现在网友怎么说 金宝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这个字还看得到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题目呢 像是说这个 其实我刚刚有看到一个 宜兰人讲话 有特别的口音吗 有 有吗 有啊 我们的那个台语的腔调 就那个Q很特别 吃饭就是吃肥 吃肥 对 最著名就是吃肥 配肉 奶水水滴滴滴滴滴滴滴 还有 静好夹 静光 静好夹 很好吃的 很好吃 那这个米干 米干很好吃怎么讲 这个米干 静好夹 米干 静好夹 静好夹 有个特别的口音 这个是蛮特别的耶 还有什么呢 或者是说 那刚刚有看到 那个什么 中立牛肉面 宜兰还有三星冲 鸭赏 东山河 宜兰真的是很好旅游 有没有 那个全校基金镇长 有跑过那个宜兰去 你有去过他讲 对啦 才有问题这件事情 继续翻 继续翻 有没有 我刚刚在前面 其实有看到 一个很有趣的 中立的事情 可是有点看不太好 中立的事情啊 对啊 理性中性 中立的选民出来了 好像在讲什么 牛肉面什么的 对啊 中立还有牛肉面 而且他们还说 其实王浩宇平常 最近在po的是 铁板烧的一些 美食文就对了 那其他的 其他的艺人们 平常也会 把一些美食照 吃什么都会po上去吗 比照不会 王浩宇最常po的 其实是铁板烧 铁板烧 对啊 为什么 没有 铁板烧 不是吗 都是米干 大家吃过一次 一个月一次吧 都是米干 米干是 一个礼拜吃三次这样子 最后一个 我们再看看 对啊 中立最近有 櫻花节的样子 不过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中立 对櫻花节 最近还包括 宇恩的那边淡雪也有 好 那这样各位朋友们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刚刚的这些 精彩的VCR 还有非常好笑的 小粗贼的NG版 我们休息片刻 看一下这些搞笑的VCR 下半场还有更精彩的 有奖互斗 想看金宝座 福利提升冲浪吗 我们稍微 是网浩语吧